好 TCPIP在我们现在使用里面是非常广泛的 比如说我们电脑上 现在你看一下玩卡上面都有个TCPIP 是吧 一个V4 有嗡嗡嗡的声音是吗 有吗 会清楚吗 声音会清楚吗 会清楚的 回个1 不清楚回2 会清楚吧 有没有嗡嗡嗡的声音 没有啊 好 继续 有可能是你那边问题了 好 OK 嗯 TCPIP啊 在我们电脑网卡上面你都能看到 IPv4 v4 还v6 这个在我们TCPIP上面有 是新 新是我们的那个 刚才那网线是吧 是新啊 新是我们囤线啊 是吧 中间囤线一根两根三根嘛 四根嘛 对不对 是吧 123 6 这 这几根能通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四星嘛 四星通了嘛 对不对 是芯 芯片的芯 不是芯啊 芯片的芯啊 OK 对 好 有关了是吧 我这边 呃有声音不清楚是吗 会不清楚是吧 我把窗户关一下啊 好 那TCPIP 呃 是拿来 有什么作用的啊 实际上它是简化了我们的 OSI的七层啊 OSI的七层 OSI七层前面的上三层 我们是属于应用层 是吧 上面的三层吧 是吧 对应上面三层是属于应用层 应用层是我们程序员要进行的 程序员进行的编程嘛 开发是吧 在应用层 那我们的传输层就对应的是传输层 是吧 网络层对应的是internet层 我们可以也可以叫做网络层啊 这没问题的 也可以叫网络层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的数据链动层物理层 叫做网络接口层 网络接口层 网络接口层 是吧 网络接口层 也可以叫做网络访问层 啊 他的tcpip 就把我们的整个7层 20i7层分为4层 有几种方式 一种是分为5层的 一种分为4层的 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分4层的结构 是吧 这个大家记一下就可以了 记一下啊 上面是应用层嘛 多的上面是应用层的 顶端是应用层的 是吧 顶端的上三层是变成应用层 下面的数据电路层 物理层就变成了网络防问层 是吧 好 实际上是类似的类似的概念啊 对我们来说 我们只要分别清楚几个点 一个是我们的上三层的一些协议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传输层 传输层 传输层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我们等下会讲到 接下来是网络层 网络层是我们的一个路由 是吧 路由什么东西 可以不用管 还有IP地址 我们后面都会讲到啊 IP地址 是吧 数据电路层就是我们的一个 mark地址 是吧 mark地址 物理层就是我们的一个接口 接口类型啊 还有我们的呃 电信号的电压 是吧 电信号电压 还有我们的一些电信号的传递吗 传递方式 是吧 这物理层的决定能 ok 啊 这时候你就不需要去分别什么 我们数据电动的 就数据电动层的上 还下了啊 是吧 他已经把它加在一起了 整个加在一起了 这样子就比较容易理解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啊 数据电动层有分为 上面的一层数据电动层啊 下面一层数据电动层 下面数据电动层 就是把电信号转换为0101 而上面的数据电动层呢 是吧 进行一些数据的一个处理 是吧 mark地址表啊 类似这样子 是吧 嗯 现在我们就不需要把它分别了 因为这两层被合成一个叫做什么 网络接口层 网络接口层 好 啊 我们快速的讲一讲啊 后面关键的地方 我们认真的讲一讲 因为前面我觉得讲太多了 啊 好像不是非常重要 好吧 我们看一下几个点啊 几个端口 你们需要记住的 一个是http http什么东西啊 啊 大家应该经常有去访问网页嘛 访问网页 我们随便打开网页 百度最早的时候是应用的是http 现在变成https 但是现在还有一些网站还是使用http 是吧 啊 http的一个 我们现在访问网页嘛 对不对 就用http 是这样子 有看到吧 这个是我们访问网页的 超文本传出协议啊 80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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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有些人也说这个端口怎么看啊 我们上节课有给大家介绍过 怎么看呢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怎么看 怎么看这个访问端口 我们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啊 首先你可以这样子 我们在这里面 找到一个收购流浪器 我现在打开收购流浪器嘛 收购流浪器 我们转到它的一个 详细 是吧 在这里面有个叫做6612 6612 6612嘛 pid是6612 收购好多 不只是6612 一坨都是 这个让我如何是好 好没关系 我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抓包先稍等啊 抓包我们等一下会在tcpip 等一下我们建立了几次握手会抓包啊 我们先用最简单的方式 在windows下面先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端口情况 因为大家以后如果出去排站的时候 抓包我说实话 除非你发现一些很恶心的故障才会抓包啊 如果正常情况下 你先做的是这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等一下我先把解析一下 这是 163 163 163我先把解析一下 不然这样子的话是我们找不到端口 因为它的我们收购浏览器嘛 打开的时候它有这么多个进程 哎呦一坨进程 你根本找不到哪个是哪个啊 是吧 我们简单的方式是这样子 是吧 这个是解析出来它的一个 这个 163的 我们直接通过这个去访问啊 各位访问我看一下 好它还不让我用这种方式访问 这也是坑爹的 我直接用解析的印鸣 它不让我访问 这搞毛 好我们找吧 还找吧 老实定找吧 4004 4004啊 放的 我把它去掉啊 这个 这个 是这个啊 6612嘛 我们一条一条匹配下来 对不对 因为它程序打开了这么多个 发展 DM2似的吗 哦 哦 哦 服务器啊 这服务器不好意思啊 看错了 没关系啊 看这个先 我们现在访问的是61 135.19 189.216的80端口 80端口 对不对 80端口就是我们的一个http的一个端口 http的端口 我们看一下 刚才同学说哎 看起来好像真的是看错了 我看一下 这个好 这个没错 看到上面去了 也没好防啊 很奇怪 163是把它给限制了还怎么着 不能通过我们的ipd的进行防 啊 现在很多网站都可以啊 拼一下吧 拼能通啊 不行啊 不行啊 啊 还有限制料了 你必须得通过域名啊 我早期的时候也部署一些服务器啊 有些服务器上会做这种事情啊 啊 百度可以啊 百度是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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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b是做了一个域名解析 域名解析 解析出来它的一个 IP地址 哎 百度可以啊 很好 百度可以就好 那我们用百度来做吧 112112.80.248.74 这个就有了 80当后 80当后对不对 80当后 现在访问的是80了 你可以加个https https怎么看呀 是吧 就变成了443 443 对 https跟http都可以啊 https是443 80当后是http 就怎么看 80当后是80 80当后是http嘛 https是443 我们现在使用的百度啊 喜欢用的是43 7088 哪里7088 你看啊 这个是吧 这个是吧 这个是应用程序啊 这应用程序啊 看一下 这个7088 7088 7088 是这个 这这 pid啊 pid 就是这个7088 你们打开这个进程里面详细啊 这里面就有个 比如针对了某些应用程序 对针对它的一个进程 id啊 是吧 这个你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好 其他的 你们自己记一下吧 啊 我们就没啥话说的 比如说像这个tellnet tellnet是我们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管理啊 远程管理啊 163不烂解析 163不烂那个 不烂访问啊 不能直接通过我们的地址访问 怎么看啊 这样子嘛 lookup嘛 对不对 3w.163.com嘛 对不对 你这样解析出来一个地址啊 你去访问 按道理来说 应该是能访问的 他如果不让你访问啊 啊 不行嘛 对不对 不行嘛 对不对 等于说163就 不能让你去访问嘛 是吧 啊 解析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他如果不让你去跳转的话 这时候很有可能是服务端上 应用上可以限制掉 应用上限制 需要你必须通过域名 才能到达他那边啊 域名啊 啊 这是我们之前做服务器的时候 有这样做过 我早期有做过一些服务器的应用部署啊 有这块的 好 继续啊 呃 Tenet什么东西啊 Tenet就是我们的远程管理啊 啊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一个设备 一个网络设备 对不对 这台网络设备 我们基本上会把它放在一个机房里面 或者放在一个 呃一个小黑屋里面啊 对不对啊 就是如果你是小公司啊 你就会把它扔到一个小黑屋里面 有什么网线啊 电话线啊等等一堆线在里面 对不对 那你不可能说 因为调整一些东西啊 任何的东西啊 你都要跑到小黑屋 是不科学的一些行为啊 比如说我现在在家里嘛 公司里面有什么问题啊 你有可能说我马上跑到公司吗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远程 远程啊 通过我们的Tenet 远程到我们这台设备 同样还有个SSH 是吧 我们一个个讲 SSH后面我们再讲啊 先看一下这个 Tenet Tenet 我们正常使用的是二三轮口 二三轮口 二三轮口 是吧 端口的概念是在哪里会产生呢 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传输层 传输层 传输层才有个端口的概念 记住啊 传输层 传输层 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讲几个点 一个是UDP啊 TCP啊 几个点 我们会讲到啊 先科普一下 FTP是一种文本传输的协议 比如说我们有个服务器 是吧 大家来这边下载文件 是吧 下载文件啊 下载一些 比如说你下载 你要的一些东西嘛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IOS啊 或者一些信息嘛 稍等一下电话 好 这是我们的FTP啊 就是传输文件的 像我们QQ群的共享啊 类似这样子的 或者是像我们的百度云啊 是吧 大家大家都去上面下载文件嘛 那是这样子 FTP啊 我们早期都使用FTP 还有一个是SMTP 邮件传输 你现在大家都要发送邮件嘛 对不对 发送邮件对 发送邮件就要使用到我们的SMTP 跟POP商 这两个 你现在有邮箱嘛 大家都有邮箱嘛 对不对 邮箱 你要发送邮件 比如大家交主页啊 交主页交给我啊 你们都会发送邮件 要使用到邮件的传输是一样 好 最后一个是TFTP TFTP啊 是我们的一个 简单的文件传输协议啊 就是我们正常使用在那个 我们所说的 师科 我们经常使用TFTP啊 啊 备份一些配置 配置啊 这个点没关系啊 我们后面会给大家讲啊 都会讲到好 端口是双线的嘛 什么意思 单线就可以了 单线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这是一台服务器啊 比如说二三啊 二三这台服务器要开通二三端口 我下面的client端 访问他的时候 这样子啊 访问他的时候 他端口有可能是 比如说是 六万 六万端口访问他 对不对 我访问他是这样触发 单线就可以了 单线触发就可以了啊 这端 这台设备上有二三端口 那如果中间一台 其他设备进阻拦啊 他实际上 他有个叫绘画的机制啊 我们后面再讲 后面再讲 讲防火墙那块 就是我们再讲讲 绘画的概念啊 我们在最后几节课 会讲到防火墙的概念啊 这种 你说SMTP是吧 SMTP是这样子啊 他发送出去 端口跟回来端口是不一样的 这比较特别一点的 像其他的协议都不会这样子 其他协议都不会这样子 原是大于1024啊 大于1024 实际上有点 不是不想进去啊 因为我们三三八级 比如像这种啊 是吧 8080的这种 那怎么办 是吧 所以说他的范围 他还是有范围的 对 我们指的是目的端口 对啊 他是随机选择 所以说要封为几个吗 一个是圆 什么叫圆啊 我们一台电脑 你要访问这台交换机 交换机啊 我们这台电脑是属于圆 你要出发访问嘛 访问他嘛 这台圆 目标谁呢 目的地是谁呢 就是交换机 目的交换机嘛 交换机的端口 比如说我们访问的是二三吗 三道路 有 有 我们后面讲到啊 别急啊 都会讲到的 来 端口可以改啊 可以改啊 你们是可以改的 但是说 呃 一些大的协议啊 当中你们还是不要动他比较好一点 对 对啊 来 我们继续啊 传输层的协议 传输层 我们 我们下面说过了 第一上面几层是什么 应用层 应用层是程序员 就行了 那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传输层啊 是吧 网络层啊 还有我们的网络接口层 是吧 传输层里面 我们包含几个点 一个是 比较重要的一个是 TCP 一个是UDP 是吧 TCP跟UDP啊 是吧 TCP的协议啊 是一种 有 保证的协议 就比如说 我发送的这个数据 它可以确定你 可不可答 是吧 TCP 是有这种特点啊 比如说我发送的数据包 会怎么样呢 它会来回确认你的 数据包 到底没到达 而UDP就是相当于什么 我发送的数据啊 不可答跟可答 关我没事啊 是吧 可答 跟不可答 不关我的事 TCP是没有 等于说不可靠 不可靠 UDP不可靠 TCP可靠 这是可靠 这是不可靠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协议设计的一个几个特点 有特点 UDP啥 UDP 举个例子啊 我们现在使用的比较多的是在语音上 语音啊 语音 UDP 我们使用的语音 语音里面为什么使用UDP呢 比如说我A跟B 这两个人去讲话 比如A我讲的123456 把这样子我发给它 UDP 他就会发送你这123456发给它 当我如果其中的一个4这个包丢掉了 是吧 UDP 他就传过来是 比如说我听到的是吧 B听到了123 4没了 56啊 这个问题不大嘛 对不对 人家听起来没什么威力感 对不对 有可能是你前面那句话丢掉了 是吧 怎么知道还好一点 那如果是TCP 那会怎么样呢 TCP这样子啊 123456 好我这边1234丢了 56后面变成4 又再补发补发给你啊 是啊 你发现很违和 对不对 前面一句话讲完了 突然间又创出了 是吧 话都讲完了 再创出前面那句话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会发现很有违和感 TCP啊 TCP有违和感 所以说我们语音啊 不需要确认的传输 需要使用的是UDP的传输 UDP 他就具有不可靠性 但是说 他的传输效率高 是吧 视频会议现在使用了很多 也是UDP啊 不过 呃 这几年慢慢技术在过渡啊 很多也使用到TCP了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再讲 先不说这个点 对 现在 现在啊 现在我们啊 我们现在很多 很多 都使用TCP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讲到 别挤啊 老师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TCP 为什么使用TCP啊 等一下我们讲 好不好 别挤啊 别挤 等一下我们详细讲讲他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 我们先看一下TCP TCP是面向连接的可靠 是吧 他是可靠的嘛 啊 就是说 他是能保证他百分百可到的 比如说我做一件事情啊 几个人做一件事情 我先看一下好TCP 第一个TCP会做一件事啊 你想听个笑话吗 是吧啊 是吧 他问你嘛 我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嘛 哦 好 你好 你想听TCP的笑话吗 对不对 嗯 我想听一个 好的 我会讲给你听 好的 我会听一个TCP笑话 就是说这个问题就一直在确认确认确认 来回确认 来回确认之后 才会达到我们的一个 确认的 就是达到我们的一种 啊 确定性的效果 确定性效果 是吧 那最后如果当我TCP 如果全部讲完了一堆啊 啊 突然间丢了个包 是吧 比如说哪一句话丢了 他又重新再开始 而UDV这样子啊 好 我就 我想听个笑话 是吧 啪啪啪啪就在教你 到底说什么内容呢 是吧 就很直接啊 UDP是很直接的 但TCP也有好处啊 他的稳定性非常好的 而且他是可靠的 大家上网有下载那种电影吗 有没有下载过 下载电影啊 或者是下载一些文件 对不对 有没有下载上网玩过 是吧 比如说你下载电影啊 问过你啊 你网络质量很差的时候 比如说你现在网续只有 10兆的时候 跟网续只有10K的时候 不要10K吧 1兆的时候 卸载下来电影啊 或者是很多人在卸载的时候 你网络很卡的时候 卸载对不对 这电影啊 像你卸载下来 效果是一样的 卸载完之后 效果是一样的 比如卸载完之后 你去看这个电影啊 你不会发现 哎 某些 评断没了 不会吧 对不对 你电影下载完之后 你会发现 你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是完整的 不可能说丢了一块 东丢了一块 西丢了一块 不会嘛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下载这个步骤啊 是使用的是TCP的一个协议啊 它是可靠的 是吧 可靠的 你的数据包 它是一对一的 进行一个下载 比如说下载这个部分 部分 它会验证一下 下载部分 验证一下 是吧 类似这样子啊 好 大家可以脑袋挂里面歪歪一下啊 不可能 如果我们像我们的下载 如果使用UDP会怎么样啊 UDP啊 你发送过来数据包 到底是完整 你都不知道 对不对 到底哪里丢掉 你都不知道 是吧 所以说 我们使用 现在使用比较多的都是TCP 有系列也是TCP的 TCP哦 现在很多 现在都是使用TCP啊 包括我们现在上课 视频啊 包括语音聊天 是吧 都使用我们的TCP 为什么 等一下我们讲 我们先看一下 TCP的几个应用的短口 应用短口 最简单的 就是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防网页 网页里面就有 我们的一个80 80短口嘛 对不对 80短口 像我们的那个 防网页嘛 网页HTP 还有我们电子邮件 我们现在需要 去发送一个邮件 发送一个邮件 对 要往外发送一个邮件啊 就会使用我们的 POP商 120短口 对不对 OK 短口那不是会有重复 什么概念 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现在一个百度 度量啊 你如果去访问他的时候 是访问百度的80短口 是吧 我们 对于这台电脑来说 它使用的是低短口 我们说低短口是什么 像比如说像我们的 有些看1024以后的 短口到6535的 之间的短口 对不对 低短口嘛 对不对 那你就要访问百度 这动作啊 百度也有80嘛 也有43嘛 对不对 那百度实际上 只有一个短口80啊 其他人访问他的 这也是一样啊 在其他人访问 他也是一样 都访问这80就可以了 而对于我们在电脑来说 它短口是随机的 随机的 OK 对 但是说 如果你要访问Google的话 你需要做一定淫淡的事情啊 你要去爬墙啊 爬墙对不对 爬墙 自己想想看怎么玩嘛 这个我就不介绍啊 不介绍大家怎么翻墙啊 好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几个点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范围 范围是0到1023 从1024开始吧 1024到6535 实际上都可以用了 那建议上使用的是 64152到6535 再换我呀 是吧 VPN嘛 好吧 继续啊 继续啊 啊 杜梁还是一般嘛 就国内的一些搜索来说还是过得去的 过去啊 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都使用TCP呢 包括你们现在使用的一些QQ啊 群啊 都使用TCP了 早期都使用什么 我们的一个UDP 好 接下来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 这前面的1024到49149151这范围啊 是我们的一个有限使用啊 有些端口是被占用了 有些端口没被占用啊 像我们的什么 33891389怎么等口 还有8080怎么等口 3389怎么等口 啊都都不知道吗 还是怎么知道 应该都知道吧 这应该都玩过吧 是吧 啊对 rdp啊 没错啊 演成周密的端口 对不对 对没错啊 那8080呢 8080什么端口 眼熟不眼熟 tonecap啊 福气的啊 tonecap 一些应用的端口啊 对不对啊 也很经常使用啊 啊 像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产业的端口嘛 往上走嘛 那都很多 前端应用 叫前置应用 叫前置应用 叫前置应用的一些端口 是吧 8080 这样子 这端口号 大家如果要记得的话 一定要记住几个点 几个 http的端口 http是80 ttps 是43 是吧 telnet 是23 两口 是吧 这几个记住就可以了 像有件什么之类的啊 你们实际上没必要记啊 啊 有件啊 有件是什么 几个发嘛 一个收一个发 smtp嘛 还pop嘛 是吧 这个你们记下就可以了 还有小门的ftp啊 对不对 这个太多了啊 太多了 你们有兴趣的东西 来记下就可以了 兴趣的东西 记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实在记不住的话 你就可以去啊 去那个百度一下就可以了 端口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哪个层啊 传输层 传输层 我们一直在讲传输层的概念 对不对 看清楚了 传输层 传输层 来 传输层才有端口的一个概念 端口的概念 是吧 好 我们这边刚才讲了几个点 这个是有限使用 这是我们的随意使用 是吧 建议大家 如果你在家里用的话 就用这些 比如说随意使用的这些端口 就可以了 是吧 我们基本上我映射的时候也喜欢用 呃 这些端口 好 这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实际上不是非常完整啊 你可以挑这条命令 net start 是吧 我喜欢干nao 或者叫其他的na也可以啊 nao什么意思啊 nao里面包含了很多参数啊 要显示哪些参数嘛 对不对 应用程序啊 应用程序啊 你搞错了啊 第一个点 应用程序啊 应用程序 这样子啊 我们打开一个应用程序 对不对 这个应用程序 比如说 百度的是用 我不知道是用什么啊 有可能是用apache啊 apache的服务器啊 服务对不对 apache的服务 它就在应用程上面 那对应的 它有可能开的是80端口 对不对 80端口 它对应的是到我们的传输程 是吧 应用程序传输程之间是有桥梁的 你不要以为它之间是独立的 独立啊 应用程序 打开这个程序 它开放的80端口 跟传输程对接嘛 是吧 所以我们访问的时候 能给它造传输程 就80端口 是不是这样子 是吧 每个应用程序 它设计的时候 就可以定义端口号 是吧 再想想 再想想这个点 上下实际上也有对接关系的 不是说独立关系的 应用程某个协议 对应的使用传输程的某个端口 对 没错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理解个问题 别站在一个层面 因为它实际上各层面之间 是有互相打通的 是吧 上层和下层之间是有联系的 而不是独立的 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几个命令 注意一下 在我们的网络设备里面 去查查看 就是修TCP 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访问 好 来 到这个 对 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开始 我们TCP的协议是有三次握手的概念 后一三次握手 我们来抓个包 刚才同学有说要抓包 我们抓个包 抓包有好几种形式 你可以搭模拟机抓包 也可以使用我们的 我还笑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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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指定一张网卡 指定一张网卡 这张是我主任的网卡 现在我发现的所有数据包 都在这张网卡上 是吧 包括我们现在上课 试试分手啊 通俗啊 好吧 啊 等下啊 这包太多了 我先把这个啊 筛选出来啊 先把它筛出来 去访问啊 这时候抓的包 好 太嗨了 嗯 我看一下 稍等一下 我看一下 哇 太多了 tcp tcp ok sym sym 发生了 sym 回处理一个 hck 我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我们现在 电脑在访问的几个点啊 来 这边有了 三次握手 三次握手 先看一下三次握手 第一个 我们该抓的这个包嘛 访问的目标是这个 这百度嘛 这百度有地址对不对 我们现在电脑是通过192.168.1.106 去访问他嘛 就发了发给他 这发送的包 发送给他包 第一个它是什么 发送一个seq等于0的 seq啊 它的一个序列号 类似序列号就是标记嘛 不是零 我现在是零嘛 对不对 我现在零 是吧 还有他的windows 他的滑动窗口啊 还长度啊 还进包长度啊 这我们先不说 先说这个seq seq的零 对方 对方回应你的时候 就变成了什么 hk1啊 就是这个seq 就是这个seq 加1 seq 加1了 是吧 这加1了 这变成了这个hk 回应给他嘛 说我已经收到你这个包了 是吧 我要确认你这个包 已经收到了 确认啊 那这个hk1啊 发送给他之后 我对应的对方 就我在电脑 这是我电脑吗 我电脑说 哎 我知道了 我这个 已经变成了1了吗 原来是零嘛 对不对 现在变成1了 因为你发给我的之后 我就加1了嘛 我就变成1了 那我回应你一个hk等1啊 这个hk1来来了 就这个seq 下面还有个seq 是吧 看一下 上面这个seq嘛 对方发爱你了 这百度嘛 百度发爱我的 百度发爱我的 他seq的0嘛 那我也要回顺他hk 把他的seq加1 变成seq了 对不对 这个来回来回 就是叫我们三次握手 三次握手 三次握手什么意思啊 第一个 先跟你说 我的序列号是这个 告诉他 第二个 对方回应你说 我已经收到你的序列号了 是吧 加1了 加1点是我收到了 把你的序列号加1了 我收到你序列号了 同时告诉你 告诉我 百度告诉我 我的序列号是多少 我的序列号是0 好 我回应了他 OK 我的序列号 我知道了 我收到你序列号了 再加一个1 就可以了 是吧 是seq加1 seq加1 记住 seq加1 就等于对方的hk了 对不对 对不对 seq加1 哪个 hello 后面了 是吧 后面了 我看一下 有啊 后面 我们再low一下 这后面几个点 一个是 滑动窗口的大小 还有包的长度 这个是我们的进包长度 进包长度 是吧 还有后面的 再后面我就不知道了 我看不懂了 我只知道 mss 是我们进包长度 这个是包头长度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滑动窗口的长度 所以 我还需要 我还需要 大家在安装 那个什么 gms3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安装 这个 你们不要 把它跳过 实际上有个 安装的时候 可以跳过的 可以跳过的 我还需要 这个 这个不是很大的标吗 我还需要 不对 这是我们的三次握手 三次握手 四次分手 我们等一下 再low一下 三次握手 这边 这边 发送一个包 是吧 给对方 A发送给B 首先我告诉你 S1Q是等100 比如说我是100 对不对 对方怎么办 对方回应你个H1K 回应你H1K 什么 就是S1Q 加1 100加1 这101 同样的 我这边 B也会回应你个S1Q 我也要回应你个S1K S1K 对不对 就等于 S1Q 差1 这S1Q 等于多少 300 就是301 30号 对不对 300加1 因为301 我同样我告诉你S1Q 就是我之前他回送给你H1K 就变成他的S1Q了 对不对 这样子就要去理一下思路 你知道怎么玩了 好 这是我们的三次握手 你们可以抓在包 看一下你电脑现在访问到底怎么玩呢 这个应该不是非常难 不是非常难 接下来是终止会话 什么终止会话 就是说 四次分手 三次握手 四次分手 对不对 比如两个赢 泡散了 对不对 泡散容易 分手难 对不对 回送的S 但是ACK是等于回送的ACK等于新的S1Q 没错没错 这ACK嘛 我添加了嘛 我就变成了我要累加上来嘛 就变成S1Q嘛 对不对 你可以理一下思路啊 如果你就不加上去 那你这个ACK不是百发了吗 是吧 我就发给他之后 我就根本不知道嘛 是吧 你老六瓜再想一想 再想一想 接下来啊 我们看一下四次的分手 是吧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没发现 泡的泡泡妹子容易啊 分手难啊 这个我们等会再讲 TCP的绘画的三次握手 绘画的三次握手 接下来我们讲的是分手 是吧 他们两个已经好上了嘛 对不对 两个已经好上了 接下来我们干嘛 接下来已经要分手了嘛 对不对 两个人要离开了嘛 是吧 我这两台电脑 不可能说一直在通讯嘛 是吧 断 断开的时候 断开的时候需要干嘛 是吧 断开的时候 断开需要什么 四次才能断开 对不对 对 啊 我要走了 第一个我要发送一个包 我要离开你 是吧 这电脑说 好 我收到了 我已经收到 你要离开我的信息了 同样的 我要发送你 我也要离开你 对不对 是吧 我已经同意了 这是同意啊 第一个包是同意的 A7K的包 第二个是 我也要发送一个 我也要跟你分手了 对不对 对吧 我已经同意你 你跟我走 对不对 你你已经 我已经同意你离开我了 那我也要发送一个 我也要离开你 是吧 我要跟你断开啊 那他说 哎 我也收到了 这样才可以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 如果要 如果要pass掉嘛 对不对 几个人要分手嘛 你可能 比如说跟妹子要分手 你肯定也要这么过什么 哎 我不想跟你走下去了 反正妹子好 我收到了 同样的 我也要把你修掉 是吧 类似这样子 要把他要把你给修掉 这个过程啊 来 我们看一下 这包 我看一下百度啊 百度如果去抓个包 会不会 比如说我们断开的时候 会不会有这种 的 试试分手的那种效果 我看一下 有没有 稍等 我们看一下 现在也没准备 包一坨包 哎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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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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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F An Fan Fan 发生的包 对方 可可应你一个请求 HQ是等于加一嘛 HK加一了 没错啊 可可应你一个请求 我再发送一个 对方再发送一个给我 对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现在也没杂音 现在也没杂音 没问题吧 对 fn分手 没错 我刚才步骤看一下 没问题 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 刚才我们 刚才我们做了几件事 这个是fn 刚才我们做了 把网页也关掉了 网页也关掉了 他做了件什么事 关掉的时候 他会发生一个包 就是我们的一个 断开的一个请求 对不对 断开的请求 第一个他发生的是1080 1080 1080的 seq hk是这个 hk我们先不管 我先看一下 seq 1080 1080 我们在我们对方就要回应你一个1082 就是我们的1081 1081加1 就1082 1082在这 是吧 在这 1082 同样的我也会回顺一个 s1q s1q 我也会发生一个我亲爱的s1q 告诉他 对应的对方也需要收到了我们的一个s1q 是吧 这个时候触发 哎 这不太对 这个还不太对 我看一下 好像看错了 不对啊 这有点问题啊 我看一下 是这个 到 等一下稍等我看一下 到这 到这啊 到这 到这 这个才是啊 这个啊 这个才是啊 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步骤在这 还看错了 尴尬了啊 这是第一个步骤 这是第一个步骤 这是第二步骤 这是第二步骤 嗯 12123 4 对底是不是走 没错了 算啊 这个人就这样子啊 这个是这样先这样子发个 我们先发送一个断开情流嘛 是153嘛 153 那接下来他会用了154的嘛 对不对 那154的154的 OK 他接下来再发送一个我们的啊 S1Q嘛 再发送对方再发送一个一个嘛 对不对 有杂音是吗 杂音很明显吗 还是一点点啊 我调整一下 把这个超过关下 啊 这边有人装修啊 装修声音有点杂 有点杂 是吧 啊 来 这是刚才我们断开的几次过过程啊 断开几次过程 我看到吗 第一个断开是我触发的嘛 我这我自己触发的嘛 我发送那个包给百度嘛 我发送那个包给百度嘛 对不对 我在哪里 这目标 我发包在哪里 我找找啊 先调整一下 窗口 有点问题啊 稍等一会 在这嘛 应该是我先发送那个包给百度 他回应给我一个请求 我看一下 没有问题 169 169 这个有问题啊 一个 我发送一个包 我发送的第一个包给百度 第二个包回应你这个有问题啊 这个包好像不成功的 你看这ACK是要 ACK是 569 有问题吧 对不对 那结果回应了一个五五七零 没有问题嘛 那第二个包在这啊 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这个包有问题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百度发给我的 第三个包 是吧 他发送的是SEQ是153 我找我这回送的是个154的包 OK 就这样子啊 1234啊 中间这个包有问题啊 这包有问题吗 这个包是有问题的 是错误包啊 错误包 OK 是我先发送的百度 百度再发给我 然后接下来百度又发送 没有给我说 哎我可以 我刚才跟你分手嘛 最后四行 我看一下 最后四行 我这边又发送了个包 给百度 他的请求是 这个什么东西啊 ACK HTP 防网业的 呃 这是一个防网 哎 这怎么会出现 出现 ACK HTP呢 HTP S 应该是访问的吧 访问的 FN FN在这 这是应该断开的形状 是我发送的一个吗 在这 这个 对 我刚才重新点开了 哦 对了 我是有重新点开了 我们刚才 哦 对 没错没错 是有点开 重新再点开一次 所以说后面几个包 有可能就是我们后面 再点开的一个过程啊 是吧 啊 是吧 你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呃 什么意思 我们点开看一下吧 这包打开看 长什么样的啊 啊 来 我们看一下 这包里面怎么看啊 啊 同学们 我瞄一下 瞄一下 我这个 收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包 怎么看 几个点嘛 几个点啊 第一个是 我们的一个 真嘛 对不对 实际上在这个层面啊 这个层面是什么 是我们的 啊 数据电路层的 下 数据电路层的下啊 啊 就是我们数据电路层 有分为下 跟上 对不对 这数据电路层的下 下面那层层面啊 是吧 数据电路层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上 数据电路层啊 上层的数据电路层 它里面包含了一些 mark地址的信息 就是我们第二层的 二层的 接下来呢 第三个条目 就是我们的网络层的 网络层的 就是第三层的结构 三层的 上面这个是二层的 这也是二层的 这实际上 但是也是二层结构 是下二层 是上二层啊 对不对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传输层 传输层里面就包含了几个嘛 是吧 我看一下 对 FIN是断开的 你又没错 对啊 FIN就是断开的 你又没错 有什么问题 安装我们下午讲 怎么还 啊 这个不好说 比如说我们发生个包 对不对 我们刚才 碗页点开了 又再开 比如说我们刚才 步骤这样子 打开碗页 是吧 把关掉 是吧 我这样点开 这样点啊 我这样点是刷新啊 刷新的步骤 对不对 像我刚才这样点嘛 直接插掉 再开始刷新的步骤嘛 刷新的步骤 或者等于说 你把另一断掉存在里面 是吧 真不错 来 我看一下 这里面包含几个 一个是端口 原端口啊 原端口是我电脑的时候端口 目标端口 就是我们对方的百度的端口 443 是吧 服务器 然后是吧 他的请求是什么 FIN ACK 对不对 FIN ACK FIN 就是我们的 TCP里面的 终止绘画 终止绘画 大家有兴趣的去看吗 这里面信息就没必要去看了 有兴趣的东西也蛮看了 是吧 我确实也看不懂啊 是吧 我们只要知道 做网络工程师 只要知道几个点啊 断开是4次 是吧 连接是3次 握手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下面的代码吗 你们有兴趣的也去看吗 反正这个问题不大啊 不会说有些公司会叫你去分析一下这代码 是吧 好 接下来啊 接下来 好吧 接下来我们继续啊 我们试试 断开已经说完了 那我们就来讲讲数据的一个存组啊 存组啊 为什么要知道这些 实际上没必要啊 代码实际上都不需要知道一些这些信息啊 因为你做网络工程师啊 网络工程师是偏向什么 应用的 搞清楚啊 你们应该搞清楚 别 网络工程师实际上是偏向应用的 知道吗 什么样应用啊 就等于说别人生产完的技术给你们去应用 你只要把它用好就可以了 是吧 用好就可以了 别想什么 你要搞代码搞开发的 搞代码搞开发是开发能源的 别想太多 别想太多 不搞开发 不过现在我们有一个叫SDN SDN有点偏向于开发 你们先把基础写好了 如果后面有开发同学在研究吧 好吧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那我们那个数据传输跟分片啊 传输跟分片啊 怎么传输呢 数据传输 第一个 我昨天搬家对不对 我昨天搬家啊 昨天我是 搬家嘛 把一些家里一些从原来那边搬过来 搬到这边来 对不对 但是说搬家怎么办啊 有个价值很大 对不对 我说个例子啊 价值 输价啊 输价大哥啊 怎么办呢 那么大个输价根本帮不了啊 怎么办 我就把做几件事 一个是把它拆掉 拆掉嘛 拆成一颗螺丝 一颗螺丝把它拆掉嘛 对不对 把里面的板啊 是吧 把那种支撑的架子啊 全部拆掉 拆得很详细 把它拆掉 拆完了之后把它打包了 打包完 这是架子的啊 架子的 好 这是架子的 第一个架子 第二个呢 我昨天也拆了一个叫做什么 一架 一架啊 同样的 我也把它拆了 肯定要分成几块嘛 一拆一 拆成一块一 第二块 第三块嘛 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啊 这也是 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 对不对 那 这个为什么要拆呢 因为这架子太大了 或者这个一架太大了 我才把拆开 拆开才能去运输嘛 因为车太小了嘛 我车又不是货车 是小车嘛 小车肯定装不了那么大个架子 对不对 那我拆开完之后去传 去运输啊 简单嘛 那运输 把我们拆开东西运输到我的新家 新家完之后做什么事情呢 先把架子的东西挑出来 架子跟架子挑出来 对不对 一架跟一架挑出来 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架子里面全部挑出来之后 进组装嘛 组装 拆第一份跟拆第二份 把它组装在一起 好 这架子就搞定了嘛 首先你肯定要把架子的归类 架子的嘛 对不对 一架的 一架的把它归类 是吧 一架一架归类 对不对 那一架的一 一架的二 一架的三 这时候又把它组装在一起 是吧 所以说我们在传输数据包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 它大包是非常大个的 有些包是非常大的 怎么把它拆开 通过我们类似这种方式拆开 对不对 拆成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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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块的就你传递 传递到对方之后 再把它给组装起来 组装起来 组装前面肯定是做了几个步骤 第一个 你要分清楚哪个是哪个包 比如说是价值的还是一架的 是吧 价值的好 我把价值的把它弄 把它放一块 一架的一架放一块 归类完之后 再看顺序 到底是怎么拼装的顺序 对不对 按 拆拆的时候的顺序 把它拼装在一起 我们数据包也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所以说有分个几个 一个是分段 分段就把它拆开 存组就是把它组装在一起 但是分段实际上也有详细的规定 在存组也有详细的规定 现在都有门道的 你同一个包 你肯定是要把它归类 归完之后才能排一些顺序 对不对 对 我昨天搬家 前两天实际上搬了 搬了一部分 昨天继续搬 还没搬完 挺删 搬家确实挺累的 来 继续 上次反动来了 上次已经搬了 已经在这边了 上次已经来了 有兴趣我们等下下课再慢慢聊 好 TCP的一个处理方式 TCP的一个处理方式 这样子 就是说它里面有 肯定有个包头信息 打上标记 对不对 打上标记 你到底是哪块标 哪块是哪块 对不对 不然我们到时候拼装的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 所以标顺序1234 这样顺序要标起来 对不对 类似 是这样子 对 这个就搬家 发送数据 就像搬家一样 对不对 它是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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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一块 就专在一起 OK TCP的一个顺序是这样子 你发送的数据包 比如说是1234 56 这样子数据包 对不对 当我传输给对方 因为有些部件 有快 有些慢 比如说我一些部件 比较大个的 我就发生下个包床 下一辆车床 对不对 如果部件比较小的 我就现在先拿过去 对不对 你发送过去 又发现一个数据包 有可能 中间那块数据包 中间那块 第六块数据包 对不对 跑到中间来了 有块有慢 其他的数据包 反而比较慢一点 因为中间这块 第六块有可能比较小 比较快点 顺序有可能是乱料的 在TCP里面 它会怎么样 把你顺序调整 你看真正发完数据包的时候 它会把你数据包给调整 这是TCP的优点 是吧 我们现在 比如说 我昨天发那个书架 我发送过来 肯定把所有东西发送过来之后 带进组组织主作 肯定是 guessed 对不对 全目性脉的 不投赏 全目性脉 你也要你要带点衣服 带点什么唤洗姐的东西 也挺麻烦的 这个 violated 挺头疼 搬家挺当疼的 这几天 我一直在搬家 实际上没什么精力坐其你 确实是 接下来呢 我们说一下一个确论机制 确论机制 是吧 何为确论机制 我们还是讲搬家例子 我们现在发生了搬家 对吧 搬了各个部件搬过来 对不对 我肯定需要确认 哪个部件漏掉了 或者丢掉了 或者没掉了 对不对 或者是有没搬过来 我肯定确认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一价 一一加二 一加三 对不对 这是组件 每块组件 我都要确认 一加三是不是有在 它是有确论机制 TCP也是一样 也会确认 是吧 还有什么数价 数价一 数价二 数价三 类似这样子 它也是要确认 你到底每一块 有没有到达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等一下课后再讲 好吧 我们大概是在 11点 11点15分左右 15分左右下课 我们等一下闲聊 11点15分后面 我们闲聊 好吧 再闲聊 呃 呃 那个既然就继 我们确认机制 就这样子 确认机制就是说 你发送个数据包 他确认 发送个包 确认 举个简单例子 是这样子 比如说 123456 我发送这个包 对不对 好 我发送给对方呢 我发送给对方 对方就会发送给你一个 ACK 确认的包 ACK我们就叫做确认 确认 接下来发生7 7嘛 叫你从7开始发生 7 8 9 10 11 12 那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中间的一个包丢掉了 5丢掉了 5丢掉了 他就发送个包 从 5丢掉了嘛 他就发送 HK5 HK5 那接下来 他就从5开始的 567 8 9 10 OK 类似这样子 是吧 类似这样子 有些包 有些块的 那有可能整个块要传输 有些包是从哪块丢了 就是哪块开始的 是他有机制的 有机制的 这是我们的TCP的一个存传 如果丢了 他就会存传 OK 他是一种非常可靠的一种传输方式 是吧 丢了 存传 接下来是一个滑动窗口 滑动窗口 应该很多同学们 应该在 如果在大学里面 在学校里面 学的一些TCP的一些机制 TCP的一些机制 你发现 就会用到一个滑动窗口 滑动窗口 滑动窗口 实际上就是做一个 做什么事情的 来看一下 第一个 我发送个第一个包 第一个包是 1到1500 对不对 是吧 第二个包是 1501到3000 对不对 OK 我就确认 3001开始了 因为这两前面两个包都没问题 从这边开始发生个确认 再发生两个包 再发生个确认 就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发现 如果你现在发现 我其中的一个包丢掉了 是1502丢掉了 怎么办 他就会叫你再传 1501开始发生了 1501 因为我们就从1501 ACK1501 我就整个包这样存传 比如说1504包丢掉了 他也是发生1501 叫你这块包 整块包存传 迟到了 我不推荐大家看录屏 真的不推荐 我推荐大家是听直播 录屏 你很多问题 不懂 你是没办法问的 而且没氛围 大家比如说聊天 上课 这还比较原意识点 好 那UDP呢 序列号是随机产生的吗 序列号 哪个序列号 你说那个 你说哪个序列号呢 说这个吗 这个序列号是吧 这个序列号它是 应用程序产生的 不是随机 应用程序 应用程序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应用程序上面会写吗 序列号 比如说我现在打个标记 比如说你现在寄个东西 比如说你现在打包 你肯定要标 123456 有些同学说我不喜欢从1开始 我从100开始 100 1010 和6103 这样标记也可以 这序列号是有规律的 规律的 不是随机的 就应用程序设计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有些应用程序 他喜欢从1开始 从0开始 有些应用程序不喜欢从这样开始 这我们没好好决定 我们网络不正式 你不用管这些 你只要管一个东西 它的机制是什么样的 机制是什么样的 有啊 录屏我传 我之前录屏都有传了 我们录屏都有传到我们的群里面去了 大家可以去下载 我们都有更新了 录屏有个百度银盘的下载链接 大家可以去下载 传在群里面 群里面 共享里面就有这个点 大家加到群里面 群里面都有云盘 云盘里面都有 接下来我们是看一下udp 刚才我们说的它的一个包的一个存组 发送包还会进行一个组装 是吧 还会组装 那udp它是直接点了 udp 首先我们看应用场景 一个dns 一个是dns dns1米解析 smp tcp rip tftp 还有我们很多网络游戏 很多也使用udp了 举个例子 dns dns 稍微dns呢 稍微dns呢 我们是11点15分 11点15分下课 没那么早 11点15分钟 还差25分钟了 稍微dns dns是什么 译名解析 什么叫译名解析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你要访问百度 对不对 访问百度实际上它经历了几个过程 第二个过程是有个叫nslookup 是吧 它是解析的3w.百度.com 是吧 解析出来 这个就是百度的一个ip地址 对不对 这个ip地址解析完之后 才去访问 是吧 你很多同学你会发现吗 你根本就不会去记这ip地址 是吧 你要记住3w.百度.com就可以了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个dns dns 我电脑也配dns 一个dns的一个目标 我去哪里解析 对不对 我这边dns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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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22.96.66 对不对 这是联通的网络 联通的网络 我看一下过两天再拉一条电信的网络 好吗 这个联通网络不是非常的我了 对 8.8.8.8是谷歌的 谷歌的8.8.8.8是会有延迟 延迟还比较大 设置dns 设置dns 跟发声可没关系 好吧 我们现在设置dns的是服务器 服务器 发声可 等一下我们再讲吧 等一下我们再课后再给大家慢慢讲 接下来是什么smp smp smp是我们简单的网管协议 好为简单网管协议呢 比如说大家很多网络设备 我看你管理起来很复杂吗 比如说我中间的网络设备 某一条线这条线挂掉了 是吧 你可能二十小时盯着他看吗 这条线挂掉吗 但是说有个叫做smp 当我这条线挂掉了 他会发生个数据包 告诉上面的一个服务器 就是告诉我们上面了 这台设备挂掉了 某个机会挂掉了 告诉你 网管都知道了 是吧 你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smp smp是很多现在拿来做那种 报警告警 设备比如说这台设备过热了 或者设备快挂掉了 或者转发性能受不了 对不对 对对 对监测故障 对 接下来是什么 REAP 还有我们的DHCP TFTP 等等一系列 这啪啦啪啦 我们后面就不讲了 现在后面再讲 后面再讲到这些点再讲 那UTP什么特点 我刚才前面讲过 TCP他的特点就是会帮你顺序 比如说123456 把组装在一起 对不对 但是说对于TCP来说 他不管你顺序 12654 他就不管你 3如果没了 你看3没了 他就没人不会再存传了 我不需要3 对不对 那就这样子 UDP就是这种特点了 就传输效率高 但是说有可能有丢包 那 不不续传 掉了没能管 对没能疼 没能爱 多长了 多长了 那现在为什么大家 现在UDP应用哪些 刚才不是讲的吗 D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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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TFTP SNP 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可以跟大家说 现在很多程序就用什么 掉了没能管 现在很多程序应用程序应用程序 现在很多应用程序都使用什么 TCP了 为啥使用TCP 我举个例子 在早期的时候 早期QQ是使用QQ群 是使用UDP的 好为UDP UDP等于说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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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早期QQ群 偶尔 你比如说上线 有些人就说 我收不到消息 对不对 你怎么收到了 有些信息你能收到 我不收不到 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 对不对 风格限了出来 好吧 是吧 应该很早之前 同学们都应该知道 因为QQ群 Q群 有时候能收到消息 有时候消息没了 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对 就是早期的时候这样子 是吧 你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都在上网 我这群消息没收到 你收到了吗 是吧 大家都会问 群 现在就没有存在这个问题 现在的群 QQ群 是使用TCP的 为什么使用TCP TCP 它是可靠的 那为什么早期要使用UDP呢 不使用TCP呢 TCP 它的占用 TCP的占用支援带框 各方面都比较大 因为我们要确认 来回确认 来回确认 是吧 不知道有课是吧 啊 你们可以关注群啊 群的消息 我们都会通知 上课通知啊 啊 我们固定的课程表 大家给下载一下 是吧 那TCP啊 TCP 它是可靠的传输啊 我们现在设备 网络设备啊 还带宽的上去了 是吧 就算带宽让你耗点资源也无所谓啊 就算让你的一个设备性能 耗点设备性能也无所谓 对不对 比如我们电脑现在都很强大了嘛 还有服务器都很强大了嘛 这无所谓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说啊 我们的TCP 现在是主力啊 包括现在很多语音也使用TCP 是为什么啊 我们现在很多语音嘛 比如说你们现在听的 那个直播客 大家也没发现有特点啊 如果你排名还有一位同学一起听的同学啊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 你这直播客 比如新进来的同学啊 跟后面跟前面一进来的同学啊 你会发现它的速率是不匹配的 比如说一快一慢啊 这是为什么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使用是TCP绘画进去传递的 它有个叫做缓存机制 比如说 我在电脑 传给谁 发给服务器 腾讯的服务器 就是我们呢 QQ的 课堂服务器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你们 学生嘛 去访问这个服务器 对不对 去下载 同步到你电脑上 对不对 好 你发现一个问题啊 我这服务器 发送给你 这台电脑 它会有个叫做什么 缓存 缓存 比如说 我现在发送数据包是123456 好 你这边接收到的也是123456 缓存机制 对不对 那当我这边如果发送下来的时候 数据包丢了1256 就会存传了4 对不对 那怎么样呢 它实际上在这台电脑上也缓存了 有可能缓存了30秒的视频啊 那它就发送过来的时候 12564啊 它不会马上的去播放出来啊 播放啊 实际上你们听到的声音都是5秒前或者10秒前的声音啊 对不对 那这缓存 就会缓存里面就把它顺序更改12 12 删掉了啊 123 123 456了 好 它就把顺序给 对不对 给把它编排起来了 编排清楚了 这3对不对 3在这 有的3在前面后面嘛 有的3如何在后面呢 它就会等到3到了 缓存 有缓存机制啊 在缓存里面重新排序啊 现在实际上 因为我们电脑上现在缓存现在都非常大嘛 电脑内存都非常大嘛 所以说缓存机制 就这样子 对 对 比如说我现在说 比如说我们做个实验啊 比如说啊 现在听到同学回个1 是吧 我要等啊 我开始等啊 至少等5秒钟到10秒钟大家来回复吧 比如说我现在说 是吧 哈 你们现在回回应了 学下响应的时间啊 是经历了5秒钟 5秒钟到10秒钟啊 实际上就是缓存嘛 就是有延迟 有延迟啊 之前有些同学就很很牛逼的说 诶 我问哪个问题啊 有些同学回答说 诶 我是回答上面的问题 是吧 我是有延迟的 是吧 好吧 类似这样效果对不对 那现在很多使用的都是TCP 包括语音啊 视频呢 都很多是这样子的 缓存是有延迟的 是吧 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讲到的是网络层 网络层 大家接触比较多的是IP IP地址啊 对不对 还有路由啊 之类的 路由现在没讲到 我先不说IP地址 直播网站是 直播的是 直播像一些网站直播 都使用那种UDP的方式 直播网站 等一下 我们再等一下 来看一下 我们的网络层 最多的使用的是ARP ICMP ARP还少一点 反向ARP还少一点 是吧 这是我们IP层的 IP就是我们的网络层 网络层的 双屏跟这个没关系啊 都是有延迟的 是吧 都是有延迟的 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IP的包头 里面长怎么样啊 就是我们网络层里面长什么样 第一个 它的包头信息里面包含了这个什么 版本是V4 V4版本啊 我们现在IP有IPV6 对不对 IPV6就是V6版本 V4就是V4版本 还有它的一个头部的长度 还有TOS TOS是什么的意思啊 TOS就是我们的一个优先级 优先级什么概念 就是大家都去排队去买火车票嘛 过年嘛 对不对 过年排队买火车票 你都如果早期的时候啊 你去过年的时候去火车上买火车票 对不对 大家都在排队一堆能排队对不对 太多了 这个排队突然间杀出一个人来说 我爸是李干的 对不对 有可能他就先上了 对不对 你排了半天还不如人家他爸是李干 对不对 或者是怎么着吧 对不对 直接就搞定嘛 优先级的人说 那你在同样拥筛的情况下 数据拥筛的情况下 你可以先往上顶了 往上顶了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一个TOS 那头部长度什么的意思啊 刚才同学有说 头部长度就是这块嘛 就我们这整块的一个长度嘛 是吧 不包括数据啊 我们真正为的是传输数据的 是吧 这前面呢 这实际上就是IP头部嘛 的长度啊 总长路就包含了一些我们的数据啊 发生数据啊 是位 不是我们是看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啊 看清楚了 是这个 上面是比特 上面是比特 上面是比特啊 上面表示方式是比特 下面表示方式是用我们的一个位 是位啊 上面是 这是比特 这是字节 下面是位嘛 对不对 别搞错了 因为你看这个包头信息嘛 我们从这边 这头到这头 这头到这头 是吧 都是从0到32 有共32比特 是字节嘛 没错啊 这边字节嘛 对 优先级先说 优先级等于说 你0到来 就先走 或者说 你家里有关系 就先走 那是这样子 特权嘛 特权啊 接下来一个总长度 总长度就包含了从头到尾嘛 包含了 几个 头部 加 数据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总长度啊 总长度实际上怎么计算 把总长 还有一个叫做数据的长度啊 就净包长度啊 我们叫净包长度 净包长度 净包长度是什么 等于总长度减去我们的 头部 是吧 这个你们记一下就可以了 对 对 没错啊 没错啊 这个 理解不了是吧 来我们给你做个理解啊 一个是 小b 小b就是我们的 比特 就是位嘛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大b 大b 大b就是我们的bite 就是字节 是吧 那小b跟大b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小b 比如说小b啊 一个大b 我们先说一个大b 等于八个小b 一个大b等于三个小b啊 对不对 那大家去下载东西的时候经常发现啊 不是下载 就家里拉矿带的时候经常发现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啊 他会拉跟你说 我给你十兆的 十兆的 小b 小b的矿带啊 十兆小b的矿带啊 给你十兆小b的矿带 那有些人家说我下载的时候 为什么只下载1.25兆呢 实际上这兆是什么 大b 是吧 是大b啊 大家电脑下载是用大b下载的 你信电脑下载去哪啊 他是用大b的 是吧 大b跟小b之间差的啊 差的八倍啊 应该把十除以八 就1.25 所以说电信他没有少给你啊 只是单位不同啊 单位不同啊 对不对 是吧 我们现在大b小b的概念嘛 啊 我们在现在 现在用了很多都是大 呃 电信跟你说的就是小b嘛 家里下载下载 下载电脑上下载东西 就变大b嘛 对不对 对 这上十个四个比特嘛 对不对 没错 这八个比特没错 有什么问你啊 对 电信没有骗你啊 我我当年以为电信骗我啊 我靠 给我十兆的矿带啊 我现在只能拿一点多兆 对不对啊 之前给了我五十兆的宽带啊 我现在只能拿七兆 七兆大b嘛 啊 原来都是啊 这个你们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电信没骗你们啊 如果骗你们的话 早就被人告了 只要差这么多 对不对 接下来呢 有身份标识 身份标识是什么东西啊 身份标识是什么东西啊 身份标识就像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 我们发送的数据包嘛 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 嗯 书架 跟 那个什么东西 一个是书架 还有一个书 我请看啊 还有一 一架嘛 对不对 书架里面 又分为书架嘛 我分为书架一 书架二 书架三 对不对 那 一架呢 里面就也有一架一 一架二 一架三嘛 对不对 那我们传输过去的时候 首先 一堆嘛 这两个东西肯定一起搬嘛 一起传输嘛 传输过去肯定是把 先把书架的东西放在一堆里面去 是吧 书架怎么标识呢 我们就通过身份标识来识别 是吧 哪个程序嘛 比如说你打开QQ啊 打开程序啊 对不对 打开QQ 打开网页对不对 很多包嘛 怎么标识呢 是吧 就标识 标识你是哪个应用程序嘛 比如说书架 或者书架的一个 是吧 就是书架的 那这个归类完 生物标识归类完之后呢 接下来就偏移量 偏移量什么东西 就是书架一 书架二 书架三 是吧 一二三 再进组装起来对不对 一二三就是我们的偏移量 是吧 一放在前面 二放在第二个 三放在三嘛 就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偏移量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生物标识 还有一个叫什么 标识 标识位是哪干嘛 标识实际上是拿我们 可不可以拆掉 可拆吗 比如说我们的书架 衣架都可以拆嘛 比如说给你一个什么 青花瓷是吧 一个古董 很大个瓷品啊 陶瓷的那种花瓶对不对 你能不能拆 可以拆啊 把它砸碎了嘛 一块一块拿回去再组装嘛 对不对 先说这个啊 我先说标识先说完吧 标识 可拆啊 什么意思 如果说不可拆 像那种大个的古董 青花瓷 青花瓷 类似这样子 肯定不可拆嘛 这边我们家里搬家的时候 肯定不能拆嘛 有些数据也是一样啊 数据也有一些不可拆的 有些是可拆的 不是说所有数据都可以拆的 是吧 有些数据就规定不能拆 是吧 就标识位置拿来标识标识 能不能拆 拼一量是不是说涉及到病毒数据分聘过防火墙 不能这样说 病毒实际上是这样子啊 病毒如果要伪装啊 实际上是在包头上 有些比较牛逼的病毒是在包 包头部上 加点东西啊 跟防火墙也没关系啊 防火墙只是只能做到一个 我们传输层跟 传输层跟网络层的一个防复啊 他做不到那种应用层了 应用层需要通过什么 IPS啊 对没错 没错 是这个意思啊 多少个 不是自己啊 是比特 我看错了 比特 比特就是我们那个位嘛 别搞错了 病毒怎么伪装啊 实际上他方式非常多 等一下我们再讲 等一下再讲啊 不然讲人家这些课我觉得有点难度了 上不完了 啊 TTL TL指什么东西啊 TTL指是我们的一个生存周期 生存周期啊 它是经过每一台设备简易啊 比如说 我这台 经过这台设备简易了 再经过这台设备 又简易了 它最早的做法是TTL指是这样子啊 是吧 time to live 对不对 是怎么样啊 他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样啊 最早的时候是这样子 我们这台设备经过了时间 时间嘛 这台设备有可能经过了两秒 是吧 我就减两秒嘛 对不对 经过三秒就减三秒吧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啊 现在啊 对 初始不一定是250 有些是要128或者90几啊 都有 各种都有 比如说 我这台设备的一个时间啊 我我现在设备处理这个数据包嘛 我一个包 数据包原来其他地方发 数据包发给他对不对 处理的时间 现在设备处理时间 大概就0.01秒左右 0.01秒 但是说我要把它换成整数啊 变成多少 变成一秒 是吧 0.01秒就变成一秒嘛 那到这台设备也是变成一秒嘛 这台设备也一秒嘛 所以说我们就认为 经过一台设备就减一 经过一台设备减一 就变成这样的结果啊 但是它还是一种生存周期啊 因为我们现在设备性能处理太快了 对不对 因为早期的设备它是有时间的 比如说有些设备 数据两秒啊 三秒这样子 是吧 现在就没有这种规定了 啊 先别讨论这个问题啊 是没错 有些系统是这样子 Linux啊 Windows啊 Oloco啊等等 一系列都是有不一样的 是吧 Oloco不是系统啊 不好意思啊 是unix 对 遇到什么东西加一的 应该Cost值吧 或者Mention值啊 遇到缓录的时候是可以测试TDL值 TDL值是为了防止缓录啊 防止缓录啊 比如说我这设备里面嘛 它有这样子 当我数据录发给它 它发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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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再发给它 类似这样子啊 会缓录嘛 在设备里 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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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绕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255啊 它255啊 只能缓255次嘛 跳255次就停了嘛 对不对 类似这样子啊 可以终止缓录啊 因为这个效果 QQ竞聘的不可能啊 你聘错了吧 要3W啊 是吧 这百度可以啊 可以啊 3W啊 肯定可以啊 总会不行 你要加3W.0 OK 接下来呢 我们讲讲它的一个 啊 我们的几个过程啊 TCP UDP TCP跟UDP是属于传输层的 那IP这个层面啊 它实际上有个标识啊 是一个6 17啊 6是TCP UDP17啊 是吧 它之间肯定有个桥点嘛 是吧 虽然这两个已经不同的层面嘛 但是肯定有楼梯爬上进去嘛 对不对 它也楼梯下来嘛 对不对 这样才能完成一种交互嘛 那上下层怎么识别呢 还是通过这个 中间有个标识 不是 不是 TTL值啊 不是固定的吧 总会固定了 TTL值 它不一定是固定的 为什么固定 你看 看你的链路的类型嘛 因为我们现在拼的包啊 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径啊 是这样子 你看百度啊 百度也是一样的包啊 如果你走不一样的路线啊 它就TTL值就不一样了啊 比如说我们再拼一百度 还是五十六啊 它路线的人就走的是一样的 设备比如说经过的设备跳速是一样的啊 我之前在电信的网络里面就跳来跳来跳去 一直跳 啊 你们跟我跳指是不一样的啊 刚才不是有些同学说 那个TTL值52吗 是吧 截图52对不对 我现在是56嘛 我是6啊 你们看到 你们跟我不一样嘛 因为我线路跟你们不一样啊 是吧 我我现在在福州 你们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嘛 对不对 不一样 接下来呢 我们要测试啊 我们来做的PIN 看 PIN的动作啊 PIN的动作是拿来干嘛的 测试的 测试什么 联通性 联通性啊 PIN的动作是测试联通性 那我们现在PIN的动作 实际上PIN是一个应用 什么样应用啊 就像我们的一个搜狗搜狗浏览器嘛 大家有用过吗 或者是用IE浏览器嘛 或者谷歌浏览器嘛 或者什么QQ浏览器嘛 对不对 这都属于应用 你们应用去打开 比如说百度啊 肯定就是http http百度嘛 对不对 点点点嘛 对不对 百度点空嘛 对不对 你在任何的一个浏览器里面打开 都是可以嘛 你在任何浏览器 等于说去调用http 都是可以嘛 对不对 那这PIN也是一样啊 PIN就调用什么 ICMP的一个协议嘛 是吧 ICMP是个协议 HGDP也是个协议 对不对 HGDP可以被谷歌 可以被搜狗 也可以被什么 各种浏览器调用嘛 那个ICMP也是一样的 可以被PIN 全搜 等等 都能调用的 ICMP啊 你发现 这个都是使用ICMP的 来 我们就可以全搜一样 路径啊 有些同学截图啊 对 它路径可能不一样 来圈摄一下 我们现在刚才用的是PIN嘛 PIN百度点空嘛 我们可以圈摄 我还是用IP地址圈摄了 这什么情况 诶 诶 不对吧 诶 等一下 好 这刚才那个不对 一跳就到达了 对啊 不应该 我圈摄应该是一跳一跳的 它一跳就到达了 这个 有点诡异啊 我换一个啊 你们圈摄一下 诶 我这个难道百度在隔壁吗 哈哈 我还真不知道 我新加这边我还真不知道啊 到底什么情况啊 干地啊 干地是不解析啊 跟干地也没关系哦 连通的线路也可能做了保护了吧 没用啊 没用啊 呃 这个有点奇怪啊 我在 你看腾讯也是一样啊 圈摄的腾讯也是一样的 QQ点空 我不知道它最近怎么样了 连通的线路我没用过 是吧 连通的线路我没用过 诡异啊 看路由 看路由也没关系啊 默认路由啊 往外扔啊 对 直到生活去的总路由没错 他是有可能是做了限制的 那台设备做了限制的 就是他印象那些设备做限制了 超时啊 超时很正常啊 超时等就中间的设备 把你给限制掉了 不拉你全舍了 不过我觉得我这个好奇怪啊 很奇怪啊 啊 这个我也不懂啊 这个我也搞不清楚啊 我看一下还是哪些那种啊 拼的话 拼做协议啊 我们看一下 其他剩下的 我们下午继续吧 下午继续吧 下午继续吧 下午继续吧